这个城市有一段贴来贴去的爱情故事 故事呢就从便利贴女孩说起吧 她很方便用过之后可以随手丢弃 她很听话哭着着来挥着着去 她的存在啊就像是一张便利贴 如果啊你身边也有便利贴女孩 欢迎你一起收看今年春天最甜蜜的偶像剧 敬重注定我爱你 哇好可爱啊 方平凡的女孩子找到春天哦